就是这120个斤都能买什么呀 然后老板就整个把人都驱逐开支 服务于一个人 你为什么沉溺于打野这件事情 因为我发现玩到最后还是需要经济去压制 真的 对因为聊天又聊不过贾能姐 这总把我聊死 我跟野区的怪野聊天 是吧 也聊 后来他们就把钱给我 直接不比赛把钱掏给你 有有有 因为我也打不过他们 但锦鱼在这个节目当中 让你印象最深的一次攻击是什么 你还记得吗 印象最深的一次攻击 野怪吗 不是我们 我们对战的时候 我跟大家对战的时候 我们啊 那应该就是 第一次攻击王林姐的时候吧 是怎么个情形 大概描述一下 大概描述就是 你们几个人 我们五个人站在那 五个人在聊天 你在聊天知道吗 开开心心在说 四个人好像还是 我跟baby baby媚妇了我 我走到路上 我们走得好好的 还很开心的说话 王林姐在那里说 哎呀他现在是 你现在是他的人了 互相不要攻击 那节目真好玩 东方很漂亮 他要去哪 哪在不说出来 突然间 从半路当中你就 从树上跳上来了 也不知道 从房内钻上来了 直接秒杀了 王林姐 特别特别激动 当时 等一下 等一下我们在后面 会看到 死警死刑 好不好 我们下次欢迎我们的 黄锦鱼 加盟我们的节目 欢迎锦鱼 谢谢 接下来